大家好 这期节目主要想做一期就是关于天津天海和广庄恒大的坊间我们传闻的就是集训队的事情 这个前几天有就一则消息嘛 就是说是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截图 然后说广庄恒大的一些官员啊 还是什么高层人士像什么上海上岗要严峻林啊 要一些人想组成一个国家集训队 那我先来说一下这个集训队的事情 就是这个集训队的目的呢 那肯定恒大背后呢 他是想以总局的名义来命令的上海上岗或江苏林 我们来假想一下 他绝对是以总局的名义 他绝对不是以族协的名义 我们首先确定一点 就这个下令肯定跟族协没有关系 因为族协没有这么大的权限 只会说是总局或者更高 只是才会有权限去下达这样的命令 你这个属于这是多少千万买来的人 你说给就给了吗 这肯定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你也不可能改规则 改内员办员名额限制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我是说如果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一定是总局 只是绝对不是族协 第一个问题我们捋清楚了 所以大家不要骂族协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集训队 如果是总局我们命令这个集训队 那这个集训队对于我们的国家队是不是有好处 这么跟你讲 就是把优秀的球员集中在一个俱乐部 或者两个俱乐部 或者三个俱乐部 他们去打比赛 国家队的成绩一定好 西班牙国家队的主要成员都在巴萨 可能德国国家队的主要成员都在拜仁和德特 所以呢 就是说一个国家队的成员 如果都集中在了一两个或三个俱乐部当中 他的磨合一定会好 为什么 因为长达比赛 他的磨合当然会好了 那下一个问题我要讲了 就是 他引进的这些人呢 大多数啊 其实顶不上冯小婷 李学冯这些人 他其实今年这个战绩啊 恒大呀 可能不一定战绩很好 你相信我 恒大不一定战绩很好 当然有些人可能说 那未来呢 未来会不会战绩很好呢 那未来那就是 怎么说 那也是人家先囤了一些人 人家为了未来 对不对 那我们 比如说其他球队的一些人 就会觉得不乐意 那你说现在 何超那些人 他们能在中甲TV赛吗 那不可能 他那些人和天津天海换的那些人 其实我觉得 他们其实想去更高的平台 那广传和他有亚冠打 又有钱赚 他们为什么不去呢 对啊 他们为什么不去呢 当然一定他们会去 钱给的又合适 对吧 那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双方都有利的事 还有一个大家纠结的 一个两千万的问题 两千万的问题啊 从去年就开始有了 从陪帅就开始有了 在中国足球里面 都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 中国的俱乐部之间 也不会相互去举报 除非是逼了 逼急了才会去相互去举报 其实各个俱乐部之间的表现 有的时候都是蛮暧昧的 就是因为他想 你懂我说意思吧 就是他想 那些人我跟你操作两千万 我也不管你们操作两千万 反正我们又没吃亏 足鞋又拿不到调节费 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你也可以两千万 我也可以两千万 所以我们就做这个事情 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问题不会打 新赛剧虽然会有点乱 那和去年后半段也都一样吧 所以下周中超就开始了 我还会做一期前瞻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关注我的好足球 然后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了 拜拜